我现在要再介绍第二个 很重要的一个极限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极限的话呢 在三角函数的微分的证明上面的话来说 我们也会用到 我们的叙述是说 当θ是趋近于0的时候 分母是θ 分子是1减掉cosθ的话呢 它会接近0 同学看一下 这个底下是0 上面是1 1减1是0 0分之0的话呢 它会接近0 这个结果我们本来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确定它是0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技巧是这样 这是题目 等于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上面下面同乘一个 1加cosθ 底下也是 上面也是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的话呢 我希望把这个cos的情况把它转变过去 转变成了一个sine的情况 来怎么看呢 来我们来继续写下去 这是limit theta趋近于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上面是a减b a加b 各位同学知道是a平方减掉b平方 所以这边是e减掉cos的平方 theta这边底下我是照超 好 这样子的话呢 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我们还目前还是看不出来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再往下 再继续化解 然后的话呢 这边是theta 这边的话呢 1减掉cos的平方 根据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我们可以知道 1减掉cos的平方 是等于sine平方 sine平方 theta 好我们再来看下去了 当theta很小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这个 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的话呢 它不会发散 这个前面我们证明过 它的极限是1 当theta很小的时候 sinetheta跟theta会非常的接近 这是1 那我们就看这里 这里的话呢 theta是趋近于0的时候 我们发现分母会接近2 上面呢 theta趋近于0 sine0是多少呢 会接近0 所以我们可以 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结果是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 小小的技巧 证明了这个极限